有东西比较大啊 我们把它打开来 这个会计费都还我一百八十块钱的 三斤两百块的会计费来回 我的包东西的手法都差不多 这个应该也是让我公开包的 这一盒应该是我的 我的应该还是最多的 这四盒 这边的话就是四盒 四个大袋子 我们就先看这一盒吧 这一盒应该是我的 大多数都应该是我自己的 先看我自己这一盒 我的费用也最高啊 我自己占了 占了总费用的一半嘛 这是我自己的 嗯 我包也是很正常的啊 包的东西 嗯 嗯 嗯 这一袋 三百都没并熟 这个本来是华夏盒子的 过去换个八五没换成 他只能八二 八二的话又进盒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东西 应该就进了两个 这个生的八八没咋 这个打了个八五 原来是华夏的八二啊 打了个八五 这些都没打了很多啊 这个是零八了 这个打八五他也没打 是什么原因 这是有修补 这个是这个是觉得不对 但这个不应该不对 这个给我八五打没打 也是觉得编道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 绝没瓶没支 编有修 没修吧 这个反正也没打 这个给打个什么 这个也没打吗 零五 有问题 这些没打的 反正都有盒子也无所谓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打八零都不能打 觉得有点那个了 还有一个啊 加清八五也没打 这个给我打了个八零 这个打了个八二 嗯 这个打了个八五 这个八二 八二 八五 八五 八二 八二 八五 这个打八五打得有点水了 而且一个大口 你看看我自己的打的整体是怎么样啊 这是协龙大样 这个好像是这个给我打了个每次 原来是七十八分的 这个原来就是把没有变化 这个给我打了 我小东西打了无所谓的 对他来说 就没有什么关系的 鬼怪厉害 只给个八二 啊 用证给了八五还行 这个辅寿给了个八零 也不咋地啊 高五八二啊 比原来八零好一点 但是实际上也多卖不了钱 因为原来八零是个开放盒吧 不过这个打八五也比较难 哎呦没办法 这个原来是八二的 换了个八五 美大 这个没有盒子原来 这个原来是个八零的 换了个八五 这个是七八的换了个八二 这个是八二的换了个八五 原来是开放盒 现在变封闭的 还没有内心 我跟他说都给我带内心的 不要不带内心 这个是比较好的打的 原来好像就八零还是什么的 这个原来也是八零的 这个都说八五了啊 这个也深的分的 这个龙庆原来分数都不到八十分 现在八零了 哇好迈一点吗 这个建宗原来七十八分 现在八十二 七八十二分这个分还是水的 啊还是不还是这个前任 其实还是就是比较那个的 那其他的再看看 周园原打了个八零 大叔宝这还行 这个嘉庆也没给我画 哎 这个嘉庆都反而打都不好 对 这个嘉庆打个五太好 啊 这个原来就是八五 说是帮我生八八的 这个也是打了个八二 原来八零嘛 好像就打了一个八八 这个也是八二 这八二我打了都没有意义啊 这些都是浪费钱的 就这个还行 这个打了个八八还可以 这个原来就就能卖这个价 现在也这个价差不多的 打了白打 走开 打了是白打 好多是打了白打 这个不打了白打 这个好慢一点 这个应该好慢 这个不定白打 这几个应该算都不能算白打了 还行吧 能卖 我觉得这个风还是太坑了 这个八五还行吧 这两个八五的音阵 就打了这么些 嗯 就打了这么点 这几个打的倒也不能说浪费了 这几个还行吧 这几个都应该是还行 这两个不行 这里这个等于白打了 没什么用 这个也白打了 把这个反正就这样吧 这也没啥用 这几个没白打 这个没白打 一半吧 一半一半 这个没给八五也没用啊 其实这个东西 它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文字啊 状态啊 都还不错的 这个也没有 这个是八二 没办法 就这样吧 这是十二生肖的三鬼 万利没什么用 这也没什么用 这也没什么用 收费收的不便宜啊 这些都收的挺贵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这一堆的话也都打完盒子了 状态大概是这个样子 啊 这个是点个零七 这个都不敢打吗 这个华厦原来啊 这是八十二分 哎呀 是烂的 是烂的 我看了 有多少个没漏河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还有不少的路口